陪陪他 二哥好像上楼去了 瞎跑什么呢 我去叫他啊 好 那咱们先睡吧 来来 睡吧 来 哎 干嘛呢 这人我认识 他是谁啊 他是我邻居 邻居 你别瞎扯了 赶紧吃饭 走走走 我听那个江南说 你爸不太同意 你们俩在一块 爸 江叔 您放心 我会尽快说服我爸 接受江南的 就得让你爸知道 这是新社会 包办婚姻那一套 早就不实行了 哎呀 不是我自己夸我 你爸呢 静静他向我学习 你看江南搞得一下 我从来都不太反对的 江叔 我想问您个事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有啥不合适的 啥事 江南原来的男朋友 您了解吗 你提他干嘛呀 我跟乾隆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他哪配得上我闺女啊 他俩正想好的话 我也得向爸爸给他俩搅黄了 爸 咱聊点别的行吗 来吃菜 王岚 我去卧室躺会儿 我有点累了 好的姐 嗯 姐 您听说那个小个子 以前是大老板 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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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信呢 大老板怎么可能是他那样的人 哎 我还不信呢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信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你身上流着他的血呀 你再胡说 非把嘴丝烂烂烂就是嘛 姐 那你先说我去忙了 嗯 嗯 喂 照片 什么照片啊 没看见啊 没看见啊 咋啦 夏天卧室有张照片不见了 问是不是咱拿了 咱拿了玩干嘛呀 就是啊 哎 干嘛呢 你 这人 你 这人我认识 他是谁呀 他是我邻居 邻居啊 你别瞎扯了 赶紧吃饭吧 走走走 我知道了 你站住 怎么了 没说你 你站住 我给你住了 是不是你拿了 什么 我手的呢 你拿出来 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境况 特别精致 你母亲的照片又特别慈祥 特别有魅力 所以她就想把这个拿回去好好欣赏欣赏 因为走得急 所以没顾上跟您说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 你们信吗 说实话 我也觉得这么解释有点牵强 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 她虽然智力有点问题 但是她绝不是有意偷这个东西的 我相信她不是有意的 不管怎么说 照片找回来就好 对对 那实在不好意思 我先回去了 姐 你还真相信她说的话呀 你偷东西会偷这个吗 那不够了 赶紧摆回去吧 你能告诉姐姐 你为什么拿人家东西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二哥选上那张照片 我说的对吗 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 那天你们去墓地 就是为了去看她 我们还给那阿姨送了好多好多的花呢 可是夏天她妈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呀 姐姐 我想要那张照片 你在原来 下雨水 去医院干啥呀 您不是憋得慌吗 天天在家待着闷得慌 您也不知道回我出去转转 你说这跟蹲监狱有啥区别呀 要不您回老家得了 你啥时候跟小复把证领了 我啥时候回去 那您随便吧 闺女 你们公司是不是拍电视的 怎么了 你令我见识见识 我也想见你那些大明星 您先吃饭行不行 你先答应我行不行 行 我答应您 太好了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您好 郑总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夏天小姐 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哦 那您进来吧 唉 唉 哎 我想和夏天小姐单独聊几句 好的 看来是件大事啊 没办法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什么事啊 这么严重 这剧组出了事故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 剧组现在 确实是没有戏可拍了 这上上下下人吃马胃的 每天损失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所以 公司就想 那个 您有话就直说吧 好 公司想跟您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你们怎么能违约呢 夏天小姐 您先不要激动 来 您先看看这个 这是之前咱们签订的合同出印件 解约合同的事项 我已经用笔给您画出来了 您先看看吧 我们也找律师咨询过了 根据这份合同呢 咱们解约的行为 那是完全合情合理 而且合法的 哎 一个小时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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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啊 出来 我快憋死了 走 走 跑哪儿去了 说走咱就走啊 你又 来了 大哥 你二哥在这儿吗 没有啊 没有 咋了 海外不见了 啊 说是上卫生间 结果就找不着人了 啊 屋里都找了吗 连床底下都找了 没有啊 我知道 你知道 他肯定是掉马桶里了 这至少 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 完全是不公平 不合理的 对于您来讲 可能是有些不公平 但对于公司来讲 这就再正常不过了 毕竟我们是商人 而且这合同 也是您自己签的 郑总 这件事儿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我可以放弃后面所有的片酬 您知道 为了这个戏 我已经错过很多机会了 这个戏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夏天小姐 您的心情呢 我非常的理解 这部戏对于您来讲很重要 对于我们公司 那也同样重要啊 我是为了把戏拍好 才受伤的 你们这么做 会不会太不道德了 不好意思 公司已经开会研究过了 我只能跟您说 抱歉了 难道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 怎么说呢 其实依照我的本意 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我毕竟只是个副总 我说了也不算呢 那谁说了算啊 您如果不想解约的话 您可以去求一下副总 副斯文 对 副总的爸爸是我们斯文集团的董事长 他说话应该比我更有力度 我明白了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回头我会安排公司的人 跟您沟通 好的 祝您 早日康复 裴裴 回家了 裴裴 裴裴 你在哪儿啊 裴光明 大哥 咋样啊 没有啊 能去哪儿啊 二哥肯定去浪荡江湖了 你想想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从夏天家回来以后 他就不爱说话了 可能是有什么心事 他不会又去夏天家了吧 合同的事儿 我已经跟夏天说了 白痴黑字写着他的名字 他能怎么办 估计 明天他就会主动找你 这件事儿 你可千万别告诉江南啊 好的 拜拜 拜拜 这回可又好戏看了 他们这不是谢莫杀驴吗 别瞎说 我又不是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为了拍戏才受的伤 他们这么做不是耍不赖吗 咱们得告他 告也没用 合同是我亲笔签的 打官司 咱也肯定是输 那怎么办 姐 是叔叔的待会儿 喂 爸呀 我在家呢 我不是怕您着急吗 所以就没告诉你 国外那么多事儿呢 您就别折腾了啊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好的 拜拜 叔叔也知道了 网络时代 什么秘密都藏不住啊 姐 我去开门啊 你好 你咋来了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儿 我们家裴裴来过吗 陪陪 就是帮夏天小姐书写那个 哦 是她呀 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没什么 她突然找不着了 我帮她跑这儿来 她怎么能来这儿 这又不是她家 对对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我先走了 谁呀 谁呀 就是来咱家做客那个 小鸽子 大鸽子 哦 那个呀 她来干什么 她说小鸽子找不着了 想看看是不是来咱家了 怎么会来我们家呢 就是啊 估计肯定是躲哪儿去了 喂 啥 回去了 我知道了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姐 你就别瞎想了 回头跟副总说说 她肯定会帮你的 那也未必呀 人家也得考虑公司的利益呀 实在不行 就是我最后一招了 什么 你就从了她呗 你就别烦我了 对了 你把我妈照片放哪儿了 就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呢 怎么又不见了 说 说 到底去哪儿了 哎呦 你小嘴声吓我一跳 裴裴 你出去怎么不告诉我们医生啊 看把你大哥都叫气疯了 不说话是吧 跟我装傻是吧 行了 你也别发火了啊 不管咋说 她总算是平安的回来了呀 行 跟我玩深沉是不是 跟我玩沉默世青是不是 裴裴 你快 你赶紧跟你大哥道个歉啊 就说你再也不出去吓跑了 快 大哥 对不起 我错了 行了 她也知道错了 你们赶紧回家睡觉吧 那不行 这事儿完不了 你看都几点了 甭管几点了 今天不说实话 你别想睡觉 你不是想耗着吗 我今天就跟你耗着了 耗什么耗啊 赶紧回家睡觉去 睡什么睡啊 我今天豁出去了 我就跟你折腾了 我就不睡觉了 你还睡不睡 你不睡我还睡呢 我告诉你啊 愿意折腾回去自己家折腾点 赶紧走 走走 这至啥 走走走走 走走 回忆我在收拾你 还不说是吗 我怕我说出来你会生气的 你不说我更生气 那我就不说了 你说了我就原谅你 拉钩 这指上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说吧去哪儿了 我去夏天姐姐家了 胡说八道 我去哪儿找过你 我说的是真的 这是夏天姐姐给你的 不是 是我自己拿的 人家知道吗 不知道 那不就是偷吗 行啊 长本事了 当小偷了是吧 我想要这个照片 你想要行吗 经过人家同意了吗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那警察叔叔会抓我吗 抓你 枪毙了你 照片怎么在这儿 是不是你丢这儿的 怎么可能啊 进我俩点我也不敢啊 奇怪了 为啥她对夏天妈妈的照片 这么感兴趣呢 而且那天晚上她跟我弟弟去的 也是夏天母亲的墓地 弄不好她跟夏天的母亲 还真认识呢 我觉得不只是认识那么简单 她跟夏天的血型都一样 而且都是罕见的熊毛血 天底下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 嗯 有道理啊 你说她们俩会不会是近亲呢 近亲 有多近啊 有没有可能她是夏天的爸爸呢 要按年龄算还真有这可能 也不对 夏天说过她爸爸在国外呢 没准夏天有两个爸爸呢 你喝多了是吧 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一个是生父 一个是养父啊 裴总到底结没结过婚呢 好像结过 后来又离了 反正我认识她那会儿 她已经是一个人了 那这事还真有可能 反正我觉得她跟夏天肯定有关系 要是有关系就太好了 哪怕是亲戚也行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追逐我的梦想了 你有啥梦想啊 吃好的 喝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夏天小姐 你怎么来了呀 我跟你们副总约好了 我们要谈点私事 什么私事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好意思 来 我扶您进去 谢谢啊 你在外面等我吧 导演和编剧重新修改了一些戏 今天已经开工了 够拍几天的 拍个四五天应该没问题 行了 总比没戏拍要强 进了 好 夏天小姐 副总好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吗 这话说的 怎么可能呢 夏天小姐要不要喝点饮料啊 对 去买两杯蓝莓汁吧 要先榨了 我去 怎么了 不用麻烦 拔开水就行 那怎么行呢 快去吧 一块也好 好的 我马上就去 你也去忙吧 好的 三分点 这边坐吧 上次 你在哪儿买的蓝莓汁啊 就是在你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啊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买着 好 副总 我相信 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何而来 是不是 因为解约的事啊 没错 我今天来 就是想特意求您帮忙的 千万别这么说 这个戏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副总 您能不能网开一面 不要跟我解约呀 夏天小姐 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 和你解约 是我爸做的决定 说实话 其实我也不想弄成这样的 那就麻烦你做做你爸的工作 后面的片酬我可以都不要了 之前付给我的片酬 我也可以都退给你们 这个忙 回头我再跟我爸商量商量吧 拜托你了 最好能快一点 等新演员把合同签了 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夏天小姐 你先别难过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别着急 你这么一难受 弄得我心里也不好受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现在最要紧的 是赶紧把伤养好 嗯 干嘛呢 郑总 郑总 在这偷偷什么呢 没有 这门有点脏 我擦一擦 来 郑总 干嘛呢 这个 我送这个门呢 有点脏 给它擦擦 来 这也不脏啊 我 这是我们的球 我知道 能带我一块踢吗 你也会踢球啊 当然了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踢的还是前锋 真的假的 骗你们干啥呀 不信 我给你们露一角 行 那你就给我们露两角 撤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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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踢球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告诉你们记住了 踢球最重要的 就是稳 准 狠 人秋喝意 而且还得有爆发力 我给你们来个旋风角 看好了啊 走你 谁啊 谁干的 谁踢了我的车 这是你鞋吗 是你吗 不是我 你鞋呢 在你手里啊 在你手里啊 不用了 慢慢走可以的 没关系 我送你到头 谢谢副总 方便的时候来我家坐坐吧 我亲自下厨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副总 我来吧 好的 那你们慢走啊 嗯 再见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就咱俩 对不起 没时间 怎么了 是错了 瞧你刚才那个殷勤劲 又是掺着又是扶着的 你怎么不背着他呀 我跟他不就是客气客气吗 那你怎么不跟我客气客气呀 咱是自己人瞎客气啥呀 别瞎想了 来 亲一个 副总 那个 您要的蓝莓菌买回来了 自己揉揉喝吧 要想搞清楚裴总和夏天的关系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个亲子鉴定 一查DNA啥都清楚 可不是嘛 他要是夏天的父亲的话 那这绝对是娱乐圈的重磅小型 嗯 你说亲子鉴定是验尿还是验血呀 怎么能验尿呢 肯定是验血呀 你能不能偷点夏天的血出来 你神经病啊 血怎么偷啊 要本身你偷去 算了吧 这事真不好办 对了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啥感觉啊 我觉得我快熬出头了 马上就要苦尽肝来了 是吗 是吗 不信你看着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的 喂 姜叔 小秦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现在忙过 现在不是很忙 你有事啊 能不能过来帮个忙啊 姜叔 您还是找江南吧 我现在的身份帮您不合适 小秦 叔知道你是个热心诚 您就帮帮姜叔吧 叔真是闯了大祸了 您到底闯啥祸了 等你来再说 来的时候 别忘了带上一千五百块钱 这至上 姐 谈得咋样啊 挺好的 副总咋说的 她同意帮我了 我就说嘛 凭我姐的魅力 拿下副总那是分分钟的事 早知道会有今天呢 当初君应该跟她走得再近点 这回不说放长线钓大鱼了吧 线不能放太长 否则会断的 姜叔 我钱总算把你给判来了 钱带来没有 带来的 啥情况 来来来 来你看看 看看我车给踢的 你看看这些 对不起啊 下回注意着点 哎 这钱 你放心 这钱书一定会还给你的 算了吧 不用还了 那钱哪 这事千万不能让江南知道 一定替我捧毕啊 我俩已经没联系了 啊 那就好 我对了姜叔 您帮我 把这个交给江南吧 啥意思啊 这是江南分手时候 给我的青春损失费 你替我还给他吧 给你就拿的 江南现在不缺钱 我知道他不缺钱 他有钱是他的 我从来不占你身便宜 要还的话还是还是你还吧 我不想再见他了 明白 钱哪 你还是想开点 说知道你是个厚的人 将来呢 你一定会找一个 别说了 麻烦您了 哎 哎 钱啊 这一千五百块钱还给你啊 不用了 不当是我给江南的青春损失费了 青春损失费 才一千五 这也太不值钱了 二哥 你画的这是葫芦娃吗 这不是葫芦娃啊 那是谁啊 我的好朋友 就是赵克拉里那人吗 嗯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他叫 哦 我想不起来了 我脑袋疼 算了啊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哦 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屋里闷头 我出来溜达溜达 来了小福 正好 我炖了一只鸡 一会儿咱爷俩好好喝两口 嗯 改天吧叔 我今天得赶紧回家 这两天我爸订货订得有点紧 哦 那好吧 没事过来玩啊 哎 嗯 那我先走了 嗯 好的 慢走啊 OK 好女性啊 别瞎叫 哎呀 哎呀 好女性啊 别瞎叫 他说啊 他说他从来不占女人便宜 哎 他这个人啊 就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要说这小钱呢 确实是个实在人 虽然你俩分手了 但我有麻烦了 人家还是随叫随到 你有麻烦了 啥麻烦 我 我就打个比方 哦 闺女 你们单位 有没有没结婚的 要不给小钱介绍一个 我 给他介绍 离婚的也行 爸 你怎么这么关心乾隆啊 我感觉到他那人挺好 所以想帮他 那你觉得是傅斯文好 还是乾隆好啊 小傅好啊 为什么 他有钱呢 外星人 啥外星人呢 这是陪陪画的 夏天妈妈的照片 你给我看这个干啥呢 我有个办法 也许能刺激他一下 啥办法 我怎么觉着有点肾的火 胆小了 笑话 我可是出了名的钱了点 这个地方我和二哥来过 那边还有塔呢 我阿姨就在里面 这也太刺激了 梁老汉 走 陪我上个厕所 我不去 走吧你 我也去 你别去了 跟我走 我 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 我想你了 那你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记得 你叫白亚萍 那你记得我的出生年月日吗 记得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那我是什么时候走的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 你记得我的样子吗 你记得我的样子吗 当然记得 你的眼睛特别地大 你笑起来特别地好看 你唱歌也特别好听 我唱什么歌好听啊 嗯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姐 你为啥总听这首歌 这歌太老了吧 我爸说 这是我妈生前 最喜欢的一首歌了 嗯 妈 您在天之旅 不一定要保佑我 度过这次难关呀 你只能把我的心 嗯 就在滚 就在一起 就在肠� silent 哈哈 得快 我永远盼回我 我永远盼黑 看 ME 青没有 我永远盼远盼 traver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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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